第29题 星铜电池的装置如右图所示 下列有关星铜电池的叙述何者正确 我们只晓得星铜电池当中需要沿桥与沟通电路 如果没有沿桥就会是断路 那就不会有电流发生 所以选项A说 没有U型管连接两烧杯容易 毫安培计指针依然会偏转是错的 因为如果没有U型管 没有沿桥就会断路 那就不会有电流发生 那么我们也知道 星铜电池当中星板是负极 铜板是正极 而我们也晓得 使用伏特计必须要正极接正极 负极接负极 所以伏特计的正极要接在铜板上 负极要接在新板上 所以选项诸说 以伏特计测量电池电压时 伏特计的正极必须连接星板是错的 伏特计的正极要连接的是铜板 而且我们又晓得 我们的星铜电池发生的反应 在我们铜板这边发生的是 CU二症加二一负会生成CU 因为会产生铜 铜板这里会生成铜 所以它的质量会增加 而这里的铜离子会减少 铜离子是蓝色的 所以铜离子减少 就会使蓝色变淡变浅 所以选项C说 油酸酮容易的颜色会逐渐变成是错的 应该逐渐变浅 所以我们只有答案是B才是对的 所以第29题问我们有关于系统的 使用电池的叙述何者正确 我们答案选的是B 电池放电一段时间后 铜板的质量会增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